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卡尔辰战胜了冬霞 写了三分打成了2比0 这样比赛卡尔辰 其实进攻段 全员发挥这块并不是特别好 你比如说三分远射 只有25% 但结果仍然是能够拿捏冬霞 进攻段这块压制冬霞再打 究其原因 就是在冬霞 防尔端这块有一大波肉环节 确实是无力掩盖 那就是卢卡冬霞 进攻段别看今天冬霞 拿下了30分左右 但是下半场只得到9分 更多的得分集中在上半场 而且你甭管说得再多分放在那块 如果说你漏的更干净的话 你突出的更多 你防守段这块让对方进攻的效率 甚至比你更可怕 那么你这个进攻到底能有多大意义呢 今天冬霞东西 命中率无外乎就是50%出点头 你再看霍了敌 14投10以中 以80%左右的命中率狂轰了26分 也就是说你拿这点得分的区区指数 你也没有单场爆开50架 像当年的抢击大战检讨论那般 结果放在这块 你看你漏了多少 说实话看比赛 你得是看完整 今年系列赛达到目前为止 前两场比赛 卢卡东西 防守段那块被对方利用的实在是太惨了 卡尔斯人作为一只进攻的 非常仰仗三分远射球队 今天三分球命中率只有40中10 这么惨淡的三分发挥 但是就因为卢卡东西这一点 防守段屡屡被对方移不过 眼神防守大量出现 而且对于对方进攻端 每个回合针对自己点名 自己一旦被爆破之后 他有时候还经常贪手 去把这个责任推给队友 你种种发挥的话 防守段他就没能做到一个很好的榜向作用 这样一来 整个球队仰恨着对面 防守段没有累赘 你比如说 杰森塔东武包括杰森布朗之前最后采访都讲过 卡尔斯人他的要求是任何一个球员 甭管说你外太大 登场之后 你不能成为球队防守段拖累 大家不能集体给你擦屁股 因为一只球队防守段是需要重视成长的 这样一来他才有顶敌强队的风范 你在看卢卡东奇 那东奇身边这些队友能不看在眼里吗 你看看对面的球型都在干什么 防守段这块亲力亲为 杰森塔东武连线当中进总比赛的次数比拟多 在东部7年5次打进分级决赛 人家冯尔顿愿意主动去顶防加福德 加福德作为东西 一五号位党差连线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包括板子杰森的来福利 那是杰森塔东武不惜体力 全场尽可能破坏 我们球队核心的进攻方式 塔东武防守段做了多多 你看看卢卡东奇 防守段这块 你做了多少 基本就是眼神防御 对方一步迈过 朱货离这场比赛 打成了简直就是超级机型一般的发挥了 主要远远的 就在于东西 实在是太不防守 所以没什么好吹嘘的 进攻段之后 拿下什么30来粉 这都是扯淡 因为攻防两端 它是综合体现 一名学员 对于一场比赛的意义 你防守那块实在是表现 是太让人露不了眼了 所以东西 你要说让我评价 全场拔个失误 也是一大堆 竟烂传球的 甚至很多时候 他还脑后传球 玩一些稀奇古怪的 全球花火 你这种方式 你在主要赛的舞台上演的话 其实就是年轻球员 有时候呢 可能说没吃过教训 没挨过毒打 没办法 东西呢 就是吃一群长一致吧 今后再接再厉吧 但是我感觉 未来东西 首先一点是先得减重 要不然用防守端 脱个大屁股 你没有任何横移速度 那你面对对方小后围突破 你怎么防守啊 这场比赛 杰伦木朗和金塔诺 都是体现一个轻松变相 立刻就把东西甩开 内线呢 就得收索 就得卸防 这样一来 外线露出了大量机会 这都是东西防守端 做出的非常不应该的 球队表率 经过端拿再多分 也掩盖不了 防守端 对于球队的负面 累赘属性 你再看卡尔特人这边呢 我认为卡尔特人 今年之所以在总结赛 2比0目前领先东西啊 甚至呢 一路爆垂 主要就是因为塔顿 防守端这块 他其理其为 能够主防江福德 以及板凳的来福利 作为一个小前锋的神曲 限制对方的大中锋 这个意义非常重要 你要了解啊 之前那会儿东西啊 他在西部无望而不利 重点就在于 一往后卫 掩护党才一旦婉转的话 那基本上 对方任何防守 都会话语无形 都会变得空无一物 即便是内线 深度深不见底 外线拥有多个 防守有效病例的深狼 面对对方 卢卡东西和加福德的连线 你怎么防守呢 你要是沉退的话 这只球队防守 就啥也不胜了 结果就是被东西 率领东西啊 甚至横手 而这种系列赛 面对塔通 上来主防 对方五号位情况之下 一五号位 彻底就被话语无形了 这样一来 才使得卡尔斯人 拥有了战略优势 使得卢卡东西 原本在之前 西部竞技过程当中 作为一个真正的持球大合 而在这种系列当中 变成仅仅是一个单打手而已了 你要是仅仅是单打手 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而卢卡东西呢 考虑到他本身防守不假 你要是变成一个单打手 你进攻端得的 有你漏的多吗 那你对于球队 还能有多大帮助 你对于球队来讲 还能有取胜的致命意义吗 就没有了 塔通就如同是流水一般 我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我就绕道而行 但不影响我继续前进 进攻端这块 如果说你要求进攻塔通 他像当年 面对三骑头篮网那把 单场砍下五四甲 率领球队艰难取胜 或者说像抢气大战 面对费能球人 面对乔人美德 我单场我也爆砍五四甲 我率领球队拿下胜利的话 塔通当年的他 他能够做到 而如果说你要求进攻塔通 方向团这块 亲力亲为 去限制对方五号位中方 破坏对方最主要的进攻 核心所在 卡住对方的咽喉的话 塔通也能做到 也愿意牺牲自己 因为你只要做防守的 对方五号位 你长期对位了 而且一场比赛 考虑到只有塔通 能扮演这种角色 马祖拉 今天这场甚至让塔通 登场了45分钟 塔通再出不息 方向团消耗再大 进攻的我命中的再产 再怎么被球迷诟病 无所谓 只要球队能赢 那这是我作为一个领袖 应该做的 如果说你要求塔通我进攻的 一场比赛 我多送助攻 这样一来盘和团队 在对方加急协防 搜索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有效的 通过自己的图分 为队友上了几位 塔通我今天 送出了12次助攻 助攻15比高达4 只付出了3次助攻的代价 你在看路卡东西 送出了11次助攻 8个失误 两者之间显而易见 所以现在塔通我呢 是球队要求他做什么 他就能够做好什么 只要能为团队的取胜服务 能够让球队赛前 做出来的准备计划 能够让这支球队的战略目标 得以实现 塔通我无所谓 这就是塔通我的成长 这也是篮球的阵地 什么叫团队运动 团队运动就是 不是说在比赛场上 得分最多 一定代表着 你是真正的赢家 你是真正的强者 这个必定 因为比赛行进的方式 有多种多样 根据对方的策略不同 你的进攻 你的表现 也会受到一定的改变 你应该顺势而为 你应该无论说 对方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挤队是什么样的死路 你总能有足够的手段 去异应对 而现在塔通五呢 就具备这种全面能力 所以这就是塔通五 今年迅速成长 我认为篮球竞技游戏 也归根结底 追求一个胜利 如果能胜利的话 我不管你在比赛场上 到底作为一个普通球迷来讲 是不是说 他会对于你 多加挑剔 但你只要能赢 你就是这支球队 合格的领袖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